好 接下来马上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透这个画面呢 是在台北市的内湖区 现在阳光已经露脸了 在今天啊 其实全台各地整体说起来 天气都还蛮不错的 很适合出游 不过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是10月9号 礼拜六 同时也是国庆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台北市目前的室外温度大约是来到27 28度左右 在今天降雨的几率是有20% 不过这个下雨的地区主要是出现在大台北的山区 同时比较容易下雨 也是在午后会有一些雷震雨 好 但是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国庆连续假期三天啊 对于台湾来说 其实有一些紧张的 主要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到 目前第17号轻度台风狮子山 您可以看到它的路径说起来呢 整体来说会朝向海南岛还有中南半岛前进的几率是比较高 因此对于台湾来说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 另外呢 就是这个台风 是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现在已经正式发展成为第18号轻度台风原归了 目前它的中心位置是在俄网比东南方的海面上 这以每个小时31公里的速度持续朝北北东的方向来前进 当然进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钟有20公尺 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钟28公尺 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大约是有120公里左右 好 预计呢 它在朝向菲律宾还有巴士海峡一带接近的过程当中 会使得台湾地区从周日下午开始 整个水汽就会增多了 这个部分呢 当然会扰乱国庆连续假期的天气状况 稍后我们继续再告诉大家 首先来看到是卫星云图的部分 在今天整体说起来 今天天气状况和昨天是蛮类似的 整个西半部来说晴到多云的天气 好 只有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山区 整天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整体说起来呢 西半部的天气在今天还是属于比较闷热 同时是多云到晴 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 则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气温方面呢 西半部在今天高温大约是33到34度之间 当然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 所以如果出游返乡的话 还是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好 至于在东半部的地方 由于吹的是偏东风 同时在今天东风来的是比较强烈的 高温比较低一些些 落在31到33度之间 好 由于东风还是偏强 因此要告诉大家包含了大台北地区 还有桃园 恒春半岛 东南部 这些沿海比较空旷 还有外岛地区都很容易出现强震风 请大家如果要从事海边或是户外活动的话 还是要多加留意 好 在今天天气也是蛮热的哦 因此有几个县市亮起了高温的黄色灯号 帮大家整理出来 分别是桃园市新竹县市还有南投县 这几个县市呢 在中午前后比较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要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晒 好 同时要避免一些户外剧烈运动 真的要外出的话还是要多喝水做好防晒工作 以免会出现热伤害 不过在整个国庆的连续假期 这个天气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好 在今天还有明天这两天 也就是国庆日之前 其实整体说起来天气还不错 西半部都是高温的 蛮适合出游 只会出现一些零星的午后震雨 好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偶尔会下雨 好 不过要告诉大家 其实从10月10号国庆日下午开始 整个天气上头会出现一些变化 因为受到台风外温环流的影响 所以从10月10号下午一直到礼拜一 10月11号北东地区 你可以看到这个雨势出现的比较剧烈 同时在沿海外岛风也是比较强劲的 台风就会从礼拜一这一天 开始慢慢影响台湾 好 整体说起来到了开工日 也就是下个礼拜二 10月12号这一天 整个天气状况会来得更差 这个部分呢 我们持续带大家来掌握 好 整体说起来天气关键字提供给大家了 西部是多云道型的天气 在今天明天非常适合出游 不过北海岸东部地区还有恒春会出现一些大雨 请大家多加留意 如果有想要到海边去玩的话 海边也会有强阵风 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请大家 走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